分享几个Stable Diffusion安装扩展的方法 先按上方的扩展 接着按可用 再按加在字 可以看到下面的都是可以安装的插件 按右边安装键就可进行安装 但提醒一下 由于插件是不同的人开发的 有的插件在安装后会出现不明的错误 有些插件是在这里没有的 就要用现在介绍的几种方法来安装 回到上面 按从网址安装 打开这个网址 这是个修改图片比例的插件 按这个绿色的按钮 再按这个复制插件的网址 把刚刚复制的网址贴到 扩展的Gate仓库网址里 再按下面的安装 出现如下面这些文字时 代表安装完成 按以安装 再按应用并从启用户界面 到这里要等大概十几秒 从启界面 安装好这个插件后会在Ctrl 9上面位置出现 插件已经有几个常用的比例存在 可以修改这些比例或增加新的尺寸 按这个CAL可以按比例计算新的尺寸出来 按这个向下箭头 可以将上面图片设置的尺寸复制下来 再输入想要的高度或宽度 如输入了宽度 就按CALCULATE HEIGHT 来自动计算这个比例的高度是多少 再按应用把新的尺寸 应用到上面的图片尺寸里 如修改的是高度 就按CALCULATE WEIGHT 来自动计算这个比例的宽度是多少 再按应用把新的尺寸 应用到上面的图片尺寸里 如果有不想用的插件 可以用这个方法删除 试试刚刚新安装的这个插件 先打开文件夹 找到刚才安装的插件 把文件夹直接删除 回到Stable Diffusion 再扩展以安装里按应用 并从启用户界面 从启用户界面后 已经看不到刚才的插件了 在扩展里 也看不到刚才安装的插件了 插件的网址和安装插件网址的区别是 安装插件网址后面多了点Git 第一种安装插件的方法 是先复制插件的网址 打开安装插件的文件夹路径 在路径位置输入CMD 来打开指定视窗 在指定视窗里 输入Git空格 Clone空格 再把刚才复制的插件网址输入进去 按Enter键进行安装 安装好 就会在文件夹里看到这个插件的文件夹了 回到Stable Diffusion 再扩展以安装里按应用 并从启用户界面 从启用户界面后 可以看到新安装的插件了 在扩展的以安装里 也会看到这个插件 先删除这个文件夹 再试试另一种安装插件的方法 打开插件的网址 或下载别人提供的插件压缩文件 按这个绿色按钮 在按下面的Download Zip 来下载这个压缩文件 这里先重置一下Stable Diffusion界面 现在是没有安装刚才的插件的 将下载的压缩文件 解压到安装插件的文件夹里 压缩文件里已经是有文件夹了 不要再多一层的文件夹 解压缩文件来安装插件 需要重启Stable Diffusion Web UI 先关闭指令视窗 接着再打开新的Stable Diffusion Web UI 这里因为之前安装插件太多 在删除文件夹后 还会在指令视窗 出现几行空白的 还在找方法解决 从起Stable Diffusion Web UI后 可以看到这个插件已经安装好了 但是用压缩文件安装的插件 在扩展里是看不到插件的网址的 就是无法在这里检查更新了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 最后感谢收看